第39題,林權和士傑兩人同心協力共滑一艘獨木舟,從淡水河出發滑向太平洋,請比較當此獨木舟從淡水區滑到海水區時,獨木舟的船身在意面下的體積,以及獨木舟所受浮力有何變化,假設在整個滑船過程,船身內部都沒進水。 那麼這裡問的所謂的船身在意面下的體積,就是船所排開一體的體積,那我們的獨木舟在淡水區是浮,在海水區還是浮,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,所以它在淡水區的浮力等於物重,在海水區的浮力也等於物重,所以我們的浮力都沒有改變,它都是等於我們的船重,或者是船加上林權及士傑兩個人合起來, 那麼我們的浮力一定是BVD排開一體的體積,乘以一體的密度,我們現在呢在淡水區跟海水區,我們的浮力是一樣的,但是我們的海水區的密度比較大,所以它所排開的體積比較小,也就是說船身在意面下的體積會比較小,所以我們從淡水區滑向海水區的時候,在船身在意面下體積會減少,但是我們的浮力仍然 會等於我們的船重,或者說是船重加上兩位划船者的重量,所以浮力沒有發生改變,第39題問我們說,獨木舟的船身在意面下的體積,以及獨木舟所受浮力有何變化? 我們答案選擇是株,意面下體積減少,浮力不便